至于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在抨击政府阻挡买BNT疫苗 引发政坛风暴 相关单位都大动作的激励澄清 而郭台铭今天受访时 也还原了购买经过 他说当时因为民进党派系角力 让购买疫苗受阻 总统也只能取救这个强大的派系 另外郭伴也出示了原版的BNT信件 上头明确告知 因为国家名称的关系 采购合约破局 强调再强调政坚总是挂在嘴边 不过郭台铭自己另辟正常 日前爆料2021年疫情严峻时 采购BNT疫苗被政府阻挡 脸书写下6月17号 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李大为 打电话来转达大小姐说 不要买了 最后听说是最大的派系赢了 我认为李大为他也是传达命令吧 小英也要接受派系妥协的结果 两年前6月18号一大清早 这篇贴文 郭董提到是民进党各派系 有不同意见 产生技术性拖延 他在脸书喊话 要求总统帮忙让疫苗进口 才促传6月18号当天下午4点 郭台铭进到总统府开会 讨论疫苗采购 当天台积电也在 台积电甚至当场说 自己是临时被找来的 独家的这个信呢 其实是告诉政府说 如果你要用所谓台湾独立的名义 去买的话 那就很难买 这封流出的机密文件 就是6月16号 BNT大股东寄给郭台铭的内容 提起BNT没办法卖疫苗给郭台铭 外界质疑 郭董是否6月16号就知情 自己买不到疫苗 却甩锅给政府 对此郭伴也公布邮件正本反击 说明是因为民进党坚持 BNT采购案 抬头必须写 独立的台湾政府 让代理商 中国上海复兴制药 无法接受 合约才被迫取消 坐实政府卡BNT疫苗是为了意识形态 牺牲人民生命安全 郭董这边选择他想记忆的部分来做说明 过河拆桥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采购疫苗过程陆陆续续曝光 带双方依旧各说各话 继续分享由于大家台湾上的报道